嗨,大家好,我是Q.L.P.A.L.的竹力芬 今天想推荐大家一部电影,一部印度电影 哈?印度电影?没有错,一部印度电影 大家对印度电影的一个传统观念是怎么样呢? 就是有大型的一票的帅哥美女,家里跳舞 的场景,对不对?可是这一部电影它大大的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一个思想 它在娱乐当中又加入了深入的探讨了一个印度索面币的一个社会问题 这一部电影叫做起跑线 大家不妨热诉一下这一部电影 他们用了三对父母,三个阶层来呈现了这个故事 第一个就是有钱的,高阶层的 再来就是主人翁,土豪,中阶层的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真正生活在贫穷的家庭的父母 就是地下层的,在这个整个故事的规划就是围绕着土豪他想要让他的女儿怎么去上一个名校 高阶层的父母他们就自然很瞧不起那种低阶层的人 不会说英文的人,然后他们自然很容易就上了名校 而这个土豪呢,他因为是从贫穷而变得有钱的 所以他自然能体会到贫穷的人的困境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女主真的很搞笑 他常常就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女儿如果上了公立学校 然后就会成绩不好,不会英文,然后被社会淘汰,被社会嫌弃 进而就吸毒 他也是不断的用那些搞笑的方式来呈现了他所担心的疑虑 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确确体体现到现在的父母 为了让小孩要进名校,不输在起跑店 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做了很多的事情,要让他们上名校 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么一部很值得大家去看看的一部电影 然后再来,我觉得我觉得是 所以,作为一个父母,现代父母 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说,不要让小孩输在起跑点 可是,真正起跑点,很多父母都误会了 真正的起跑点不是在于你给他最好的学校或者是名校 而是,出自于父母,父母的行为会造就孩子将来的一生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希望父母付出陪伴 让他们有更好的未来 然后,其实大家今天就是我以上的分享 按订阅,按小铃铛,分享和可能 接下一个星期,大家再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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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